大家好 神体验 非常激动啊 一下集齐了最新的华为发布的P50 Pro的五台手机 大家看这五个颜色啊 我觉得大家先别着急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前几天呢 去了南疆拍我的寒陆游记 在这里面我是第一次尝试的 用我手里面这台Mate 40 RS保时捷的手机 拿它做常规焦段的拍摄 之后我带了一台尼康的微单 带上一个70-200的镜头 用于望转 在这过程中 我就看它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这一趟是远超我的想象 这是去年9月份发的一个手机了 虽然它是个旗舰的手机 但是它也是强化拍照系统的 在这过程中 我的作品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起码我发朋友圈 我发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我把它揉进我的邮寄里面的画面 都是足够的 那至于说您用就更加足够了 那至于说时隔了将近十个月之后 又发了P50系列的 那画质一定会比它带来的会更强大一些 那我呢 简单带你回顾一下 我Mate 40 RS在新疆拍的一些画面 作为P50 Pro的一个打底的能力 我带你欣赏一下这个画面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第一张呢 是一个我拍的三倍光学变焦 出类的雪山 大家看这个雪山的质感 你发朋友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后期老师 把局部放大一下 看这个雪山的局部 三倍光学变焦出来的 那我们P50 Pro 它是一个3.5倍的光学变焦 理论来说 配合上最新的图像引擎 是不会输于这个画面的 我们再看一下Mate 40 RS 现在出的十倍的光学变焦 我们把镜头拉到雪山 拉过去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质感 这是十倍的光学变焦 一个手机出的画面 当时拍完之后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一般的用户 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再带一个微单 那至于说到单反 那就更完全没有必要了 我们再把这个十倍拉过去的雪山画面 咱们再放大一点点看一下 是不是你发朋友圈 完完全全的足够 那这个相机的功能 远不止这些 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十倍光变 过去的远处的一个 十八罗汉风 看一下这个雪山的细节 OK 晚上我又用Mate 402S的超广 拍了一组星空 大家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些星空基本的参数 大概就是20秒的长报 大概ISO应该是在3200 或者是6400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基本上你发朋友圈的星空 完完全全的足够了 对吧 然后没完 紧接着呢 我们在穆士塔格峰的底下的时候 用我们的一倍焦段 拍了一张雪山倒影的湖面的感觉 哇这个感觉 然后没完 夜里的时候 火堆 我直接用升格这个慢动作的功能 拍出了一个火堆的火苗 四箭的感觉 几乎把这个手机的功能 完全都用尽了 还没完 白天我们又回到了 穆士塔格峰的底下 三倍光学变焦推回去 推这个穆士塔格峰顶上 顶上形成了一个飞碟云 紧接着我拍了一组岩石 大家现在看这个飞碟云 形成这个岩石 是不是特别的壮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岩石 我们就不足以给大家展示了 那这一趟其实我看一下 基本上除了微距功能 没有用到之外 剩下的这个手机 常规的各种各样的焦段 包括岩石 升格全都用到了 这次南疆之行 让我真的是非常兴奋 也是洗了 我对于手机摄影的一个 新的理解跟新的高度 我在P50 Pro这个手机之前 说了这么多的话 来证明Mate 402S 它的拍照给我的一个震撼 这也是为什么 我这次拍P50手机 也非常的激动 是因为这个手机 它相对来说影像系统 针对于拍照 会做了更多的一个优化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手机了 那我身边的一共有五个颜色 这边是美粉色 同时这边是金色 这边是黑色 白色跟蓝色 这个蓝色跟我的Mate X2会很像 同时这边的这几个颜色 我也不太喜欢 那我就拿白色的这个手机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这个手机P50 Pro 它的屏幕是6.6寸的 那这个屏幕是450ppi的 一个像素的密度 密度还是不错的 120赫兹的刷新率 300赫兹的彩样 同时P3的广色域 10比特这些数据 都是现在主流的一个屏幕的数据 完全不用担心 同时这个手机的电池 也升级到了4630毫安时的电池 那相对于之前 就是3000多毫安时的 上一代的P系列的手机 它的续航肯定是有增长的 同时它的厚度还缩减了 它的重量也缩减了 已经不到200克的重量了 所以这几个指标 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 OK 紧接着就是它这个手机 最重要的后面的摄像系统了 它这个摄像系统 其实有些的指标 听起来并没有像Mate 402S 那么的复杂 那么的顶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看 它现在使用两个圆环的设计 有人说我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因为你看的是摄像的效果 至于说它长的什么样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咱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圆环 上面是1300万像素的 一个超广级微距的镜头 这个镜头可以实现 等效13毫米焦段的一个超广 可以照出120度的广角 同时它可以实现 最近2.5厘米的一个微距的摄像 所以这个镜头 还是玩法很多的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样张 紧接着呢 这个环里面 您的角度里面 左边的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是一个 4000万像素的黑白 它是属于主射的 它跟右边的这个 5000万像素的彩色主射 它俩组成一对的主射系统 同时它的主射系统还没完 它的主射系统 在两个环中间的 右侧的位置 这边还有一个小点 这个点是它的 十通道的光谱分析 所以这个黑白 彩色跟这个光谱分析 组成了它的主射的系统 也就是它的主射系统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理论来说 是比Mate 40的主射 单镜头要更加的强大 并且进光量会更大 我们一下试一下 纯黑环境下的拍照 紧接着它下面 这个环的左侧 是它的3.5倍 光学变焦的 潜望式的长焦 右边是它的闪光灯 这个环的正上方 还有一个小点 那个小点是激光测击仪 用于拍照的 快速对焦的时候来使用 这就是基本上 它的摄像系统的 一个组合 那在这里面 相对于我之前说的 Mate 40 RS手机 它并没有10倍的光学变焦 但是它新的 XD FUSION PRO的图像引擎 可以让它的3.5倍 光学变焦的潜望式长焦 拉到10倍 做光学跟数码 混合变焦时候的画质 几乎不属于 10倍的光学变焦 但是它的结构 又大幅度的简化了 同时重量也能减下来了 我们一会看一下 拉过去这个 10倍的混合变焦的时候 一个场景 同时它还可以再继续放大 实现100倍的一个常规的变焦 当然了 你要从超广算起来的话 那就是200倍了 那我们到时候看一下 100倍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混合变焦 基本上就是靠 数码 对吧 来实现这个100倍 OK 这就是这套摄像系统的一个介绍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强调摄像系统的手机 宏观参数最后肯定还是处理器 确实是比较遗憾 这个手机只有4G的版本 它没有公布Pro加的结构 不知道还有没有Pro加的手机 不知道Pro加会不会有5G 但是接着现在 P50及P50 Pro只有4G的版本 那是这样 P50 Pro的8G运营内存版本的手机 是骁龙888 你没听错 骁龙888 4G芯片 加上麒麟9000 4G芯片 混合发售 骁龙888 4G的版本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发售 同时P50 Pro的12G运营内存的版本 大家听清楚 12G运营内存版本 全是标配的麒麟9000的4G的芯片 但是很遗憾 起码这两个手机是没有5G了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说 那没有5G了 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说 它没法当一个主力的手机了 我觉得它当一个摄像性能 非常好的背肌 对吧 你装一个副卡的话 搁在这里面还是非常的强 没办法 这就是别人卡单脖子 这就是一个现状 好 那基本介绍完这些基础的信息之后 我们看一下实际拍摄的感觉 当然我们现在条件是比较艰苦的 我们也没有像新疆这样的大军 只能在我们现在摄像棚里面 简单的试了一下 好 那么首先看一下超广 首先13毫米的等效焦段 出一个120度的超广的广角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拍摄环境 其实还是挺苛刻的 我从我这个位置看过去 这两边是两个巨大的反光点 两个巨大的高光 这些高光有可能把底下的细节 就给压没了 我现在看一眼 来 对在中间 走 好 我们现在放大正前方的摄像老师 对 看一下摄像老师 还是不错的 没有被这个高光 跟我的亮的桌子面 直接就给压没了 那一倍的常规的主摄 那其实我们拿一倍的常规主摄 一会儿试一下 纯暗光环境下的拍摄 因为毕竟它现在是 两个镜头同时进光 黑白跟彩色进光 它的进光量 相对于之前的P40系列 又增长了非常多 理论来说 暗光的拍摄会非常的好 行 那我们现在紧接着 把它推到3.5倍的光学变焦的 最大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3.5倍的光学变焦 那我拍一下桌子上摆的 那个挖力 现在是3.5倍 来拍一张挖力 3.5倍出去的挖力 看一眼 我们主要就是放大看一眼 这个挖力的细节 这个挖力的细节还是可以的 3.5倍 对 理论来说也不应该差 毕竟是光学变焦 紧接着 我们现在把它推到 10倍的一个混合变焦 10倍的混合变焦过去 我还是拍挖力 10倍的混合变焦 现在还是拍挖力 走 因为是混合变焦 并不是纯光学变焦了 看一下挖力的表现 这个10倍的混合变焦 我觉得还可以 基本上跟我试着 这个Mate 40 RS的 纯10倍的浅望式的光学变焦 是几乎是差不太多的一个感觉 这个10倍的光学变焦 确实还可以 它的新的XD Fusion Pro的图像芯片 在原色彩的还原 包括细节的还原的很多角度 都进行了巨大的一个升级 所以这个XD Fusion Pro的图像引擎 是这次它的软硬结合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现在再看这个挖力 在10倍混合变焦下的一个放大 放大这个履带 大家看一下 放大这个履带 放大它这个左边的小手的这些细节 包括它的眼睛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10倍的光学变焦 是没问题的 还可以 那紧接着呢 我们现在到一个黑的环境 试一下它的一倍 主射的情况下 看一下黑的环境下的状态 来把灯关一下吧 我们现在把所有灯都关了 我朝着最黑的一个角落拍一张 看看能不能亮如白昼 咱就不说了 但起码能看清楚这些东西 那黑了八截里面有什么东西 咱也看不清 好像那就是个人吧 果然这是有个人 我现在这个位置 你们也能看到 整个就是黑区区的 就是我的左手边 你们画面里的右手边 这边有一点光 能打在现在这个区域 可能那边看的不太清楚 我现在前面全是黑的 现在能看到 我拍着非常黑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能看到 这一个摄像老师 在后面藏着在这玩手机呢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有点意思 开灯 不好意思 刚才让大家受惊了 完全纯黑的环境 怎么拍拍屏色 成纯黑的了 OK 那至于说它的一些微距 包括它的一些岩石摄影 包括星空的摄影 因为近光量更大了 所以星空摄影会更加的舒服 这些方面的性能 我相信肯定不输 Made 402S的表现 刚才在最开始的 我也给你看了 包括岩石摄影 升格这些的 Made 40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手机肯定是没问题 会超过它的 大哥的这方面的性能 OK 我们这次的一个试用就到这了 我们着急拍摄完了之后 赶紧给大家剪片子 发给大家 我是这么看这个手机的 我觉得像是刚才说的 它作为一个很不错的拍照的背机 是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得客观说 因为现在我都买的5G套餐 你一个4G的手机 你让我当主力手机 我的5G套餐就浪费了 这是一个很残酷 很残忍的现实 那没办法 虽然我们组络极为高速的发展 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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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的发展 我们各方面的科技军事的水平 都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像这种高端芯片 这种极精密的超高端的科技领域 我们国家早年间 还是落了几年的课 未来的日子 我们国家会极为高速的补上这颗 不再出现被人卡住脖子的现象 所以我估计几年之后 再来看今天的我们P50 Pro 这么好的一台手机 被人卡住脖子在芯片这件事上 大家会觉得特别的可惜跟惨惜 但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人家不去刺激你 人家不去激励你 人家给你过多的填枣 你就活在一个蜜罐里面 如今人家把所有的条件都给你撤了 那你就自力更生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并没有打死我们 还把我们的斗志激发起来 OK 加油华为 加油中国 喜欢记得分享哦